还记得我那些香雪兰吗 拍几天的时间 你看看它的底部根系都长满了 所以的宠球都长根了 而且它顶部的芽子都已经长了 长的已经长到三厘米左右了 所以说秋天就是栽种香雪兰的季节 这个季节买到它接着长根接着长叶子 在秋天长长叶子 到了入冬的时候就能不开花了 但是一定要记住 买香雪兰千万别买小球要买大球 小球种上光长叶子不开花 大球才能不开花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再一个我想去把它种到地上 还是原来的位置 地上你看已经刨好了 刨的深度大约在十厘米左右 我们去栽种的时候把底部楼平 然后把种球均匀的摆放到里边去 每个球和每个球的间隔是两只 也就是三到四厘米左右 这样均匀摆放好了以后 直接给它覆盖土壤 覆盖的土壤厚度在三到五厘米左右 这样就能够保证它快速出苗 也可以稍微厚一点 只要土壤凸气性好就行了 这样给它盖好了 直接给它浇出水就可以了 然后就静能的发芽 记住它出叶子以后 一定要放到光绕充足的地方去 防止出现倒浮的情况 如果倒浮了就非常难看了 我们可以人为的支撑 如果说想要预防倒浮的话 可以在它刚刚长出叶子的时候 去浇灌矮状素 也就是多效素 定期时间一次浇灌三次 浓度一比五百 这样就能够起到预防倒浮的作用 但是一定要在长出叶子来以后去使用 这就是在中的方法 如果说您想想想雪兰的话 现在去购买是最合适的 现在种上接着长根接着长叶子 到时候静等赏花就行了 而且这个东西 只要买一次年年都能够开花 不需要重复买 这就是我去年收的球 啊